娶了父母不当老了 看我是怎么坑他的 嗯 我闺蜜为什么说你是海王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你快说 哼 不想让我睡沙发就直说啊 他说我应三十六斤嘛 你 你怎么知道 这也太精险刺激了吧 行啊 既然你这么了解女人 那我会出关于女人的题 你要是有一体假错 你不但不能睡沙发 你还得吃一盒废弃罐头 好 但我要赢了 你除了给我买个AGV的鸡蛋毒盔 还有再给我五千万元零花钱 行 不就是个头盔嘛 我接了 答题开始 当你和美女聊天的时候 他如果突然开心去说 我去洗澡了 这什么意思啊 这肯定就是不想聊了 找个借口呗 你理解的很不诚 第二题 当你想跟女人出去的时候 他如果说没洗头不想出门 那这什么意思啊 这话的重点不是他有没有洗头 而是后面一句不想出门 也就是说不想跟我出去呗 第三题 当你追求女人的时候 他对你说 女人真好 这什么意思啊 他要说这话呀 基本上可以判定我是没戏了 有可能他只是把我当成免费的搬运工使 还有个意思就是 烂行们想吃天鹅肉 我觉得你挺好的 你会找到比我更好的女孩 这话就是凭你还想追我啊 也不照照镜子 我可不想回你手 那女人说我喝醉了呢 意思就是今晚我不回家了 听你安排啊 你当初不就是这样的吗 啊 你当闺蜜说我就想找到你老公那样的 这什么意思啊 那这个危险了呀 意思就是闺蜜看上那个男的了 啊 我闺蜜这样说过呀 啊 真的假的 真的 不是 你怎么还有这种闺蜜啊 这太有心机了吧 老婆你放心我心里只有你啊 啊 哎 你干嘛去啊 我找我闺蜜去啊 留完点我等会儿就转给你 头盔我明天就带你去买 那别忘了就行 那你去吧 啊 这个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